第四十六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二十八号晚上在台北线揭晓 现场明星云集两岸电影人各有掌握 昨晚金马奖星光大道上女星争奇斗叶 九年没到台湾的张曼玉和大导演李安一同现身 白色礼服小鹿相间充分展现巨星风采 李冰冰身着鱼尾白色礼服 贵伦美和徐洛轩则化身成为黑色美人鱼 金马大使舒淇戴着皇冠 一身雪白色香钻礼服惊艳全场 而与女明星们的高调相比 男艺人都选择了保守的黑灰西装 经过激烈角逐 大陆女演员李冰冰凭借在风声中的精彩演技 荣获最佳女主角 首先要感谢所有的评委 请允许我在这里给你们去个宫 你们也辛苦了 金马奖今年还首次搬出双黄战 最佳男主角奖项 由香港演员张家辉 大陆演员黄博共同获得 其实刚才在台上没有感谢 在这里还是想感谢曾经帮助教育批评过我的人 谢谢你们谢谢 最后我听到台上面宣布 我跟他一块去拿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结局是最完美的 台湾影片《不能没有你》 此次包揽了最佳剧情 最佳原创剧本 以及最佳导演三项大奖 导演代理人从四位知名华人导演 侯小贤 关锦鹏 李安杜琪风手中 接过颁奖后激动落泪 大陆演员王徐奇 于少群 因在梅兰芳中演绎老少两代经纪演员 同获肯定 分别夺得最佳男配角 最佳新人奖 最佳女配角由妇音鸿获得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 继续发布大物成色